驾 那是他吗 看他样子 应该是 大人快看 是活护人 大人 要是逆贼 抖入狐库军阵中 就无可挽回了 谁曾想 这逆贼竟勾结狐库军 在此接营 此刻 恐怕只有方大人的羽箭 才能追上了 让我一试 驾 大人 分散 小路 梁 我们 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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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英 这是师父和你最后一场赌 若你相信海士 平日带你的情分 相信他宁可抗命 也不会杀你的话 咱们就赌上这一场 如果你赢了 就赢得自由 和这七千里的汉州 我不会多深 你这一剑 废重不可 我相信你 一定能撞 你这一剑 你这一剑 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将军 前面就是赤山城了 方大人 将军 方大人 方大人 快 把方大人送进赤山城 是 方大人受了伤 又日夜奸诚地赶路 后来又吐了血 如今高烧不醒 你且看看他到底如何了 大人 借也不说话 郎中 方大人的病情到底如何了 你胆说无妨 回大人 这位大人本有旧生 又连日奔波 加上天气转粮 受了风寒 她又是个女子 难免气血两须 一时撑不过来啊 你可确认无误 小的星医三十载 这男女之症啊 只要一耗脉 便能诊得出来 天气如此寒凉 若真想携带女眷 该当乘坐车年 在车年内 放些炭火好些啊 老仲 你所言极是 不过本官如此安置 便有如此安置的道理 那是 此事有关神家性命 你可知否 小人知道 你 你是何人 你 你 方大人 福大人 方大人的热 可是退了 看样子气色 仍是不大好啊 莫非是方子 开的不对证 方子是对的 但并不高明 热渐渐低了 但难退 方大人 我们在池山城 已逗留多日了 但福某未曾见 方大人有所好转 那边又急于回去复命 不若 我带大部队先行出发 待方大人彻底痊愈之后 再赶上大队如何 全听福大人安排 在您受伤期间 驿馆的小六忙前忙后的 我倒看那姑娘是个仔细人 所以给了她些碎金 托她代为照顾方大人 有劳了 那福某愿召集人马启程了 方大人 好生诊治 福某等方大人赶上来 福大人请